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试炼 一个炼金子的人都知道 要得到金子 先得去到那些有金子的矿藏里边去 把那些矿纱一大把放在水里边淘 最后只剩下一点点的金子 而且这样得到的金子还是不纯的 有很多的杂质 需要把它扔到火炉里边去熔炼 时间越长 火越大 温度越高 最后所得到的金子纯度也越高 而我们圣徒就是神的金子 神也要像熬炼金子一样熬炼我们 使我们最后成为神的宝贵的金子 我们生命所能达到的最高价值 就是被神炼成宝贵的金子 而不是说我们得更多的钱财 也不是我们生更高的官 更不是我们活更多的寿命 这些都不是我们生命最高的价值 在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里边这样说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 荣耀尊贵 这里彼得讲到金子虽然是纯洁 而且耐受很长的时间 但是最终仍然能够朽坏 而我们的信心和我们属灵的生命 被试验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就比金子更加宝贵 而且是永恒的不能够朽坏 但是这样的金子需要经过火的试炼才能够成就 许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宁愿苟且偷生 也不愿意去追求真理、自由和光明 因为他们知道去追求真理、自由和光明 需要付出代价、需要经受考虑 在启示录提到这样一些苟且偷生胆怯的人 启示录21章8节里边说 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赠的、杀人的、淫乱的 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我们可以理解那些可赠的、杀人的、淫乱的 他们去到硫磺火壶 但是我们却难以理解为什么胆怯的人也会在硫磺火壶里边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胆怯的人 有许多苟且偷生的人 所以邪恶才越来越猖獗 而正义得不到彰显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 所以世界必然要逼迫我们 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到如今都是这样 从古到今 许许多多的人都遭受逼迫 为了真理的缘故 为了基督的缘故 受试炼 真正爱神的人却是不怕逼迫的 就像金子不怕火炼一样 虽然试炼不一定通过逼迫领导 但是试炼经常通过逼迫领导我们 这样的见证在历史里边如云彩一样围着我们 莫拉维夫弟兄会的人 为了把福音传到一个小岛上 宁愿去那个小岛上做奴隶 招受奴隶主的鞭打 把福音传给那个岛上那些奴隶 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得到自由和释放 当然我们在面对试炼的时候 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是没法站立的 我们在人都有软弱 都会害怕试炼 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集中在试炼和困难上面 我们会觉得草木皆兵会充满了惧怕 但是当我们把眼睛转向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主是掌管一切的神 祂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我们就不会惧怕试炼 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会靠着主得平安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里边保罗讲到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导觉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使得耶稣基督曾经受过苦 我们在这世界上 我们并没有完全的脱离苦难 我们需要和耶稣基督一起背负苦难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这唯有爱让我们可以坚持 唯有爱让我们可以甘心 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里边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诺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当我们在试炼中的时候 我们靠着爱神的心 保持心中的平安和喜乐 喜乐会成为我们胜过试炼的力量 在试炼中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继续地爱神 得到力量 而且要继续地爱人 特别是不可恨那些逼迫我们的人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 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我们要为我们的逼迫者去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逼迫者 也需要神的爱 也需要神的救恩 他们也是神所造的 也是神要救赎的 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里面保罗说 以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仇敌 并不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 而是灵界的黑暗势力 那些逼迫我们的人 他们也是黑暗势力的牺牲者 我们需要爱他们 让他们看到耶稣的爱 让他们来滚向耶稣基督 来被耶稣基督所救赎 盖恩夫人有这样一句话说 不要恨你的打手 因为那些打我们的人 他们也是神所允许的 他们也需要神的爱 需要神的救赎 我们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 要和他们和睦地相处 要爱他们 有时候我们逼迫的原因 完全是来自于一些告密的人 这些告密的 有时候他们是基督徒 是弟兄姊妹 对于这些告密的人 把我们送到试炼和逼迫中的人 我们也需要去爱他们 而不是去恨他们 我们经过试炼 被神念得像金子一样纯洁 这是神所宝贵的 而且我们在地上经历的苦难就是 再重也是短暂的 经过这短暂的苦难会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 在启示录七章十三节到十七节里边说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 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 做宝座的要用帐幕伏辟他们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引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这就是神给一切忍受逼迫 在试炼中得胜的人 所应许的美好的赏赐 弟兄姊妹们 你愿意得到神这样的赏赐吗 你愿意成为神的金子吗 让我们一起来靠着神的恩典 背起十字架 忍受逼迫和试炼 在试炼中让神的名得着荣耀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感谢你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你既为我们死 我们就没有理由 不去走脚下的路 让我们背负十字架 在一切的试炼和患难中 被你熬炼 念得比真经更加的纯洁 更加的可贵 奉耶稣基督圣明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